那大概在11月多的時候,我在台中教育大學的圖書館發現這本書 那這本書叫做Huskell School of Expression 那就是看一下,這個作者的名字好眼熟喔 是不是在Huskell的歷史上有出現過,Paul Hudak 然後就想說,既然有人就是寫書,完全不管 就沒有寫明,沒有特別寫清楚要幹嘛,然後就說,我們來用Huskell畫圖 然後就覺得這本書好像很有趣,想要讀讀看 那讀完後才發現這本書,對我來說超有趣的 而且重點是,本來啊,兩年前的時候,我們那時候聽說到有那什麼Functional Relative Programming 然後一直不得其滿輪入,搞不好現在好像什麼框架都要FRP一下 那看到這本書才發現,這本書整個就是,作者在宣傳他的那個FRP的那個Friendwork 而且,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這本書 他的結構安排就是,剛好在,就是我讀起來剛好覺得說 就是在看完入門的那個Huskell教材以後就可以接這一本啊 然後就可以看看說實際上,就是說怎麼樣用Huskell來解決那個,就寫應用程式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這本書,因為是2000年出版的 然後是在,那個Real World Huskell之前 那我還沒有讀過Real World Huskell,所以我不知道就是這本書比較有趣還是說 比較適合還是說,其實我以後直接看Real World Huskell就好了 那,這本書是這樣子就是,作者在書上就寫說啊 他準備了一套Friendwork,然後那個,就是有他自己寫的Library 那那個Library是soe-graphics 那本來我還很擔心說,是不是就是這個Library已經找不到了 因為他寫說,他是寫給Windows 95還有MT用的 可是後來發現在那個HGL這個package裡面啊 它裡面有一個module就叫做graphics.soe 然後裡面的大部分的function都是跟這本書上用的一樣 然後code裡面還有註解說是哪一頁的,是哪一個function這樣子 那我試著在實作這本書上寫到的東西的時候 也自己開了一個repo來放它 那那個,之後我會把那個,同一片連結 貼到那個Mi App上面去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如果說你是在Mac上面要跑 這本書的程式的話 因為Mac現在已經沒有那個X11了 所以你要另外裝那個X-Cross 然後在X-Cross打開的情況下 看一下打開的情況下 就是右邊會有這個XX這個東西 在你的情況下才有辦法把那個X相關應用程式跑出來 然後再來是,在那個就是 你要一定要以po那個X的那個Library path 不然的話Stack會變不過 然後另外就是,這本書有用到一個 一個就是,它是寫說是非光發Library 叫做Memo 那那Memo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幫你記下來說 這個,這個function是不是已經跑過了 如果跑過的話,我直接還給你一樣的值就好 可是問題是我到哪裡都找不到適合的Memo 然後後來Memo都很複雜 就是要配上什麼generic啊什麼的 所以最後是從另外一個Library裡面 猜出了那個,比較接近這本書 當初始作的時候用的那個Memo這樣子 那這本書就是,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啊 它用那個,代數式資料結構來描述就是我們畫圖需要的那個資料啊 那它是從那個shape開始的 那它的shape就是形狀 然後waging是形狀的組合 然後再來picture是怎麼樣把形狀就是 畫到畫面上需要的資訊 然後再來才是animation 那animation的時候就是只牽扯到時間 那作者在後來才提到那個reactive animation 就是說,有使用者互動的那個animation是什麼樣子的 那一開始就先看一下那個shape 那shape的話就 很單純的是說,就是作者在書中就準備了說 我們有方形,然後我們有橢圓形 我們有直角三角形,然後還有多邊形 那如果是在oop的語言的話 我們可能會這樣做 譬如說像這個是flash的action script 那我們就會說 有一個class,它是一個顯示在螢幕上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其他形狀是它的shape class 然後我覺得這本書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作者在教學的時候是比較漸進式的 所以它一開始雖然說很快就用到IO 但是它並沒有詳細去介紹國內啊,real world 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是它一開始都是先寫比較簡單的方形 然後到真的大家手寫重複了好幾遍出於list 之類的事情之後 才介紹還有一個方形 譬如說像是map 啊,reduce 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一開始也不介紹遞回的資料結構 而是到真的用到的時候才講 譬如說就是 那我們今天要把一個東西畫在螢幕上 那我們會希望說我們知道它的位置 然後也許它有出入方或是有位移 那作者才引入這個資料結構叫做region 那這個region 它就是一個遞回的資料結構 然後裡面東西可以一層一層一直塞下去 那那個就會看到說 我們位移就把位移的量跟 原本就是跟任何一個region 放在一起 然後縮放也放在一起 那有趣的是可能是因為它實作那個 它自己的那個圖形的那個 library 沒關係 那它在那個region 裡面還做了就是 你可以求一個形狀的那個古籍 或者是交籍或者是插籍這樣子 那 這邊我覺得它比較就是對 書學者或是讀這個修讀者來說 比較好的地方就是說 它把那個低階的細節都藏在它自己的 library 裡面 然後再來是它也不直接介紹 就是in-fixed operator 它寧願直接寫那個operator的名字 不管是在那個現在這邊的 data contractor 還是在後面也許會看到的那個 function 裡面 那如果是在 OOP 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要說 我們這個可以畫出來的 object 它是要有 x 有 y 然後有 scale 有 rotation 然後如果要做到那個交集、插集的話 甚至還要就是要依靠那個 繪圖 library 的那個 blender mode 這樣子 那或者是說 而且就是也許 在畫圖的時候 還要把上面這些值 都塞到一個 transition matrix 裡面這樣子 那再來要表達那個遞回的資料結構 在 OOP 裡面 就大概就得用到那個 container pattern 然後你可能就變成說 要有一個 container 然後它可以包裝個很多個字集這樣子 這是我覺得就是思路上 Functional programming 跟 OOP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最後就是 我們準備要把東西畫到畫面上之前 那我們就會準備說 就是 這個圖是什麼顏色的啊 然後 誰在前誰在後啊 所以才會有 這邊的那個 color 還有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直接給它 constructor 叫over 這樣子 那 如果在 OOP 裡面這些東西 就大概要放到 render function 裡面 去處理 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 就是作者在書上提到的例子 大概長什麼樣子 就像一開始作者舉的例子 就單純只在螢幕裡要畫圖而已 看一下喔 然後畫出來的結果 大概就像這樣子 然後畫出來的結果 其他的東西先走開 那 它放置的地方 那個只是單純就是跟你說 它這 library可以畫圖 但是它就是 沒有放在它的資料結構裡面 就是那個 demo 我查一下 它畫字的那個 demo 單純就是直接叫它已經有的 function 去 看一下 去把字畫出來了 就是對於 跟它書上 讓大家自己定義的那些資料結構是有關的 這樣子 然後再來畫圖的話 就變成就是 它一開始的翻譯程式就是畫 方形的畫那個 畫圖圓 那那個的話是 看一下喔 3.2在這裡 那這邊的話 它就是先準備了兩個 picture 然後把它畫出來 這兩個 picture 都在上面 那這邊就是用那個 作者介紹的資料結構 拼出來的圖片 所以剛剛那個圖片的資料結構是什麼 剛剛那個圖片的資料結構 我看一下 剛剛那個的話 第一個是說 它是說 我有一個橢圓 然後 它有那個 你叫什麼 兩個那個 焦點 對 然後接下來說 我這個橢圓是 配上紅色的 然後這個就可以再 看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可以大一點 大一點嗎 我看一下要怎麼把它那麼大一點 那個是 Terminal嗎 對 那是Terminal 可是Terminal 改大小大 現在好像不會直接有反應 我是考慮 在Vide下面 先選擇 就是旁邊的 沒有顏色不能接受嗎 可是 那個剛剛的上方是操作 才能接受 沒有接受嗎 好 下次我會檢討 然後再來就是 作者在第四章的時候 就開始告訴我們說那個region畫起來是什麼樣子 然後比較好玩的是 作者有就是用他,在他前面的例子 就是教大家說怎麼樣畫那個碎形 我找一下,應該是3.3 然後順便講一下,他這個library 在mac 跟inus 上跑一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如果計算量太龐大的話 他會不畫東西,然後你要動畫屬 他才會一直update,然後把那個小三角先畫出來 所以還蠻奇妙的 然後更慘的是說 在mac 上面他東西會直接出來 可是有朋友在linus 上面試 那用他這個library 就變成說 他滑鼠要這樣子動 裡面的東西才會更激 不過還好今天因為用mac 所以應該看不到這種好笑的狀況 那origin 的話就是照作者的設計 就是可以畫出這樣的東西 然後圖案之間還可以就是相剪 然後或者是做連擊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作者還有在講那個 region的時候 還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好,我們先進動畫的部分 然後那個等一下要看到 那再來就是說,作者就提說 我們要怎麼樣用function 用在pure functional language裡面描述動畫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假設現在動畫 他的那個動畫跟時間有關嘛 那我們假設說 動畫這個type就是變成說 我們丟給他時間 他們還給我 還給我某個東西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我們今天有一個 會變形的那個象體球 那它是一個橢圓 然後它的那個短軸跟長軸 是由時間跟sicc來決定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做這幾本的動畫 那就是說像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在其他的語言裡面也是做得到的 就是說譬如說像在java scooper裡面好了 這邊的例子是之前sindy寫的那個canvas design 然後canvas design就是一個 它是一個就是互動式的 你輸入了那個 你輸入了一些指令以後 它就直接對 直接對時間 該怎麼講呢 就是說你可以直接輸入就是 可塞多少加塞多少 然後你不用給它特定的時間 那動畫就會自己跑出來 那那時候在讀quote的時候 就發現到說 它做的方法也是一樣 就是在pars那個語言結束之後 得到的東西也都是方形 然後吃一個時間 然後裡面再做實情這樣子 那也有跟就是剛剛看到的這個 這個animation type很像的結構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單純一個數字的話 就變成說它吃了時間以後 就不管 那就回一個定值這樣子 那不過在那個就是在hustle裡面 我覺得它比較就是棒的地方 是說因為它的那個type class 可以幫你就是 處理掉很多就是瑣碎的事情 那所以剛剛那個animation 現在這邊改叫behavior 那就是說我們用new type 讓它可以跟那個type class 配合在一起後 那我們就可以把原本就是用在數字上的那些 function啊 operator啊 全部都lift到那個behavior上面去這樣子 那在準備了這個behavior type之後啊 就可以寫出像這樣子的code 就寫說 我今天要一個橢圓形 然後 在它那個 在它的值比0大的時候它就是紅色的 那比0小的時候就是黃色的 然後我也不用管這個time實際是什麼 我只知道我這邊寫time就好了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我還可以跟大家說就是 我這個球的座標啊 是不是就是說 我也是被sine cosi決定的這樣子 那這個例子我找一下 大魚star是把大魚給lift到function上面 對啊 然後0已經被lift到function上了 對啊 0的話應該是 這邊沒有秀出來 但是它有那個 它有lift那個from integer的樣子 然後sine也是 就是 嗯 沒錯那邊的sine都不是直接對數字上做事情的那個sine 都已經是lift過了 然後在作者給的那個finding code裡面啊 就是那個lift就是手動做的這樣子 不過寫完以後就可以用得很開心這樣 對啊 對啊 這lift0不是很像return嗎 就是你給它一個螃蟹 然後它把你塞進去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作者比較友善的地方是 他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也不提fount 也不提applicativefount 然後也不提moloid 他就是介紹說 hey typeclass可以這樣用 然後我們先取一個我們比較懂的名字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例子應該是這個13系列的13由一直到13.7 是對應到數上的13張 像這就是剛剛講的那個rubo code 然後這個是作者示範說 然後這個是作者示範說 就是那個animation不見得可以用在graphics上 它可以用在任何東西上 所以你可以 數字啦 地址啦都可以這樣子 然後這是剛剛講的那個繞圈圈的球 然後這是就是它把不同的那個animation picture 我結合在一起 欸這個是什麼 這個只有用圈圈而已 沒有啊沒有那麼慘 真的嗎 那個那個是正常的就是 就是tata library 有一些不知道的使作性質 會噴那個 這就是會變色的球 然後還有6 6是很多會變色的球 然後看一下 7應該是換一半的 所以要直接教 等我一下 然後處者還有示範就是怎麼做那個 萬花童效果 然後做了兩個 那個 那就說其實在其他語言裡面啊 在沒有time class的時候 其實就是 像它剛剛一樣做的事情也是 我們也是可以手動做到的 只是就變成說我們要手動套用那個 就是不同的turn到那個時間上 然後最後再把東西送給 就是再把bred套用到那個吃的時間 以後得到的結果 好那再來就是 就是我覺得就是最不好讀 但是也讓我覺得就是這本書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那個reactive的部分 那就變成說 我們現在要處理的不只是時間啊 還有使用者的輸入啊 那我們一開始那個behavior 是說吃了時間就給你的什麼嘛 那現在就說 我們不但要吃時間 我們還要吃那個使用者的輸入 那使用者的輸入是發生在某個特定的時間的嘛 所以我們會希望使用者的輸入跟時間配在一起 可是啊如果說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希望就是我們的時間是 就是我可以得到從古至今所有的時間嘛 所以我不要只有一個時間 我希望它是一個時間的list 然後再來就說 那我們既然知道使用者的行為發生的時間 而且我們有那個時間的list 那是不是就是 我們就直接用後面這個時間 我們就不要再多寫一個時間了 然後再來有時候使用者可能是不會做事情的嘛 所以我們就說 希望說拿到的東西是一個maybe 然後說有時候它是not see 然後後面還是配一個時間 然後後面還是配一個時間 我覺得那兩個list是一樣長 然後還有再來作者這兩個list 這些list全部都是 就是 無盡的stream 所以其實 不管怎樣他們都一樣長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說 那為了要在傳遞的時候方便啊 那我們知道在那個代數式這條結構裡面啊 你如果是 就是你如果是這個 A的B次方的C次方 其實就相當於 A的括號B乘量C的次方嘛 所以在代數式這條結構裡面 我們把前面兩個參數放到一個tuple裡面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嘛 那這樣子就我們的新的behavior 然後再來作者還準備了一個結構叫做 Event 那Event 那Event 他做的事情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 裡面包的東西是 maybe 的behavior 那他們 雖然看起來很像 可是等一下會解釋一下說 其實 用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兩個list 剛剛講的都是 其實都是stream 那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 假設說 第一個action 的時間 就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list 給你們第一個時間 對 對 對 比如說第一個是 mouse button done 就好了 然後後面就會配時間 就是它對應的時間 這樣子 那因為那個rander 一直update 那個也是 也是被放在那個 UserAction的list裡面 所以就是前面如果是nothing 的時候 然後後面配時間 那就是單純的重劃 這樣子 那它那個UserAction到底是什麼呢 那UserAction是說 作者在它的那個 它的Library裡面的定義好 就是說它的UserAction是 譬如說像是你鍵盤有吃到那個key 然後還有你的滑鼠 那滑鼠按下去點在哪裡 然後是左鍵還是怎麼樣 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滑鼠移動的時候的事件 那再來就是resize 視窗跟關閉視窗這樣子 那是 那是 對可是你吃了前面的 你會把它丟掉 對它頭 它頭有辦法丟掉 那樣子 可是我還沒有看細節 就是它只會處理這個部分 就等一下應該會看到 它有時做一個function 叫做reanimate 那裡面會看到它把頭丟掉這樣子 而且它頭後面在漲的時候也是 就是在後面塞東西 所以就不怕它越來越長這樣子 然後再來 那它UserAction 就是我們把那個 作者定義的那個event 取名字叫 改名字叫UserAction 那它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一開始 你會拿到的那個 UserAction跟Time的那個兩個list 在這邊舉例就是說 譬如說前三個好了 它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有按下按鈕 在10時那個點按按鈕 然後再來是 滑鼠移到1515那個點 然後下面是那個 發生的時間 這樣子 那 在作者的那個 的那個 書上就寫說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那個 左鍵按下去呢 那就說 它有一個function 叫做LBP 那LBP的實作細節 這邊不講 那它做的事情就是 把上面這個 UserAction的Stream 變成下面的這個 這個新的Stream 那它做的事情就變成 Nothing just nothing 因為它只關心 這個button 會按下去嗎 然後再來 它就是引進一個 新的operator 這個 這個叫什麼 簡號大語大語 就是這個 這個好像沒有一個 名字 不像壞的一個名字 可以講的樣子 那它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當滑鼠左鍵按下去的時候 我要變成藍色 所以就變成說 它得到的結果 那個Stream就變成說 最後它算出來 應該就是 就是變成 Nothing 然後juster behavior blue 然後Nothing 而且裡面放的不是juster blue 是一個behavior 為什麼 因為在 它還提供一個function 叫做 until behavior 那它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今天有個顏色它本來是紅色的 那我們當這個行為 後面這個行為發生的時候 它就變成後面那個行為的那個 Event Stream裡面塞的那個東西 那在 那在 經過就是整個 那個 User的那個 User Action的Stream 經過了這個 function 處理之後 最後得到的就會是 Red Blue Blue 那這樣子就是可以把 這個東西 在位給我們前面的那個 你知道什麼 那個Picture 然後它就會畫出 在這個時間點 那個Picture 應該有的樣子 Event 已經是一個behavior 是 Event A 已經是一個behavior of maybe A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師 你是說哪一段 Event 是 可以看前面Event 好 Event A 是behavior of maybe A Event of behavior of A 就是behavior of maybe B of behavior A 對 就是如果把它拆開來看的話 這邊應該會長得十分的噁心 然後這個behavior 其實還可以吃那個 那個 UTS 然後最後才會變出 步驟這樣子 這個Event of behavior 你有什麼直觀的解釋嗎 我直觀的解釋 這樣子就是變成說 我現在比較直觀的看法就是 變成說 它 先把這個User Action List 過濾成 過濾成那個 那個Event的 那個 那叫什麼 的Stream這樣子 然後 到這邊都一直都還是 怎麼講 到這邊都一直還是那個Event 所以它一直都是 就是有Nothing 或Just 這樣子 那實際上 最後我們關心的是behavior 所以變成就是說 我們最後要得到的是 我們最後要得到的是 就是沒有那個Just or Nothing 那 那 然後 然後我自己現在看起來解釋 是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我整個 Functional Relative 它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把 那個 User Action的這個 這個Stream 最後變成 一連串的Picture 然後這個Picture的狀態 都是要看這個 Stream的狀態 來決定的 然後再把這一連串的Picture 跟他們的狀態 變成那個 一連串的那個 IO操作 那 這樣子才能看到那個動畫的效果 那就是說 前面這邊的話 Event Stream 跟那個 Behavior 的Stream那邊 我現在就是說 我的理解也只有 就是 一個一個像是 Field 這樣子過濾下來 但是如果真的要詳細講說 為什麼Event 是需要 然後 最後得到的Behavior 不用 這個我就 就是我現在還沒有一個 比較直觀的說法 這樣子 那個 靠路邊是 不是真正的程式碼嗎 對啊 這邊不是真正的程式碼 這邊應該是 它 全部那個 跑完以後 得到了 對對對 就是這邊不是真的程式碼 真的程式碼 就是這邊是真的程式碼 畫剪完以後 看起來應該會是那個樣子 從 從上面這裡 應該會不會像這個樣子 其實Behavior 本身是一個 從 兩個Stream 到一個 某個Output 的一個函數 對啊 對啊 而且那個Output 它也是一個Stream 這樣子 但是你現在又有了 Event of Behavior 那其實就是說 那個Output 本身又是一個函數 Event 其實是 Behavior of Maybe of Behavior 那其實 所以 如果我們把 Maybe不要看的話 你大概基本上是 有一個Behavior of Behavior 那 所以 這個 我之前看朋友在寫M 或者是其他就是在 網頁上的那個 Functional Reactive 那個 不歸名的程式的時候 他們有提到說 會發生就是 前面發生事件 然後你做了一些事情 不管是修改 資料還是怎麼樣 副作用之後 在最後那邊 再觸發一個事件 我在想說 作者這個 Behavior 裡面放Behavior 是不是想要說 就是說 我前面本來這個 Behavior 這個是Lift過的東西 他是就是Behavior 卡的這樣子 那 後面裡面 必須要放Behavior 是因為說 我這些事情都做完的時候 我必須要從這個 Red 變成後面這個 Behavior 補錄這樣子 那前後兩個都還是Behavior 那才能 就是 因為他那個 Render Function 是指對Behavior 做的事情了這樣子 我在想說 會不會是這個意思 但是 現在才剛看完第一遍 比如說 像也許這是 Functional Related Programming 它要改變自己的行為 的方法 就是說 一個東西的行為 本身就已經 像比如說 我自己會想把 一個Behavior 想像是從時間到動作的函數 但是那個 但如果說 但這一寫就寫死了 而如果說 我需要改自己的話 我就要讓那個 讓那個 再又是一個函數 然後 接下來可能就 用那一款GLB 那個東西 把這兩隻串在一起 然後 看一下 作者他在書上 舉個例子好了 然後他在書上 實作了一個 就是 打磚塊遊戲 沒有磚塊 只有牆壁而已 然後就變成說 就是 我們看一下 這個程式的程式吧 好了 然後就變成說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描述 這個打磚塊程式的話 那就變成說 因為你寫的全部都是Behavior 所以寫的時候 看起來就很像是靜態的 你先把整個世界都拼好 一樣這樣子 像是 因為 球這邊 就會說 那個球是 我看一下 球的速度 是那個 就是如果在 就是球撞到牆壁的時候 就是 速度就要被 被反過來 這樣子 然後球的 位置 是他那個 速度的那個幾分 這樣子 然後 什麼時候會撞到的 那就是說 那球的位置 就是比 2大 或者是 比2小的時候 這樣子 然後 這樣子 寫下來 然後 我們看到 就說 在這邊都不用特別去 描述時間 或者是那個 輸入對 它造成的影響 我們只要說 就是 我們只要寫mouse 就是 它就代表的是 在所有時間上 mouse的所有位置 這樣子 那不過因為這次就是念得比較急啊 那不過因為這次就是念得比較急啊 我覺得這本書後面還有 比較有趣的部分 是我還沒有看到的 一個就是 他那個 作者介紹一個 他自己做的DSL 是 在螢幕上 讓小機器人去畫圖的 然後再來是 他還有一個章節 是介紹說 怎麼樣用 Functional Language 來那個 來 來 來作曲 這樣子 那這邊我還沒有看到啊 因為就是 光看那個 前面就已經 呃 吃掉所有的時間 那如果之後還有機會 呃 看的話就是 呃 希望還能再來分享一下 這樣子 那 最後就是 呃 有附上 那個Slide 有附上那本書 在Amazon上的連結 就是說如果見不到的話 可以找找看 然後再來就是 有附上 就是其他參考資料的連結 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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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這本就是他不是入門書 所以他沒有介紹說 他是可能語法啊 怎麼用啊 但是他在裡面有就是簡單跟讀者介紹說 你怎麼樣做一個Step 一個Step的證明 然後他隨著就是 你寫的時候要用到什麼樣的功能 才會介紹 嗯 才會介紹那個功能 譬如說他要用到Type Plus 就才講Type Plus 然後後面 這些都講完以後 他要做DSNL之前 他才去介紹那個這樣子 他還是有介紹 對他還是有介紹 但是他就是變成說 他是以應用程式為主 而且我覺得作者很有趣的是 他在序裡面就強調說 他在書裡面會一直重構 然後他希望大家就是很習慣這件事情 就是同一件事情會做好幾個版本 然後一直感激他這樣子 這個LibraryJune所知 他現在還有人在Maintain 把它分析他 我知道HG了 我是一直有在Maintain 所以這個東西看來是一直都不會壞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今天才能就是 試著玩玩看 就是到底 他說他是什麼樣子 覺得花錢是什麼樣子 這樣 好喔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那請讓我把麥克風還給主持人 所以不需要嗎 直接就自由交流喔 如果其他Functional Reactive Programming 你的Library有 沒有 可是是為了想要學 那就才來看這本書 對啊因為本來兩年前 我說想要看Functional Reactive Programming 那個時候 有人是推薦我直接去看這個作者論文 然後就看不懂 然後就一直卡到現在 所以那個時候如果有配這本一起看的話 應該會比較懂一點 不會想像他 那這是比較 對一個領域比較 比較剛開始入門的時候 如果可以找到書來讀是非常不錯的 那以前就是我 一開始就是看了一點點書 那時候找不到怎麼說 那就照一些人介紹 一開始找漏文 然後漏文就讀得非常痛苦 因為漏文他不是要讓你 他不是要教你的 他就讓你顯示他很厲害的 然後他每一篇漏文都會有一堆符號 就佔很大的篇幅 然後那符號只能給朋友用 你換下一篇那符號都很容易的 因為他都換一套 而且他常常都會用那種 你根本打不出來的符號 你念不出來的符號 那你就看你會很累 那如果有一本書的話 因為他一開始幫你當白子 什麼都不知道 那從最前面開始慢慢介紹 那到後面的時候 他會用他前面講過的東西 那接受起來就會比較的 有系統 就是會學起來比較順暢 這樣子 對 那如果大家有發現什麼好書的話 也歡迎這樣子來介紹 就是 因為 書比Parent好 那不代表書一定都會寫得很好 那如果大家有看過 你覺得好的話 那就 那來介紹就會對大家非常的好 而且就是 我要補充一下 這本書的討厭是 他用的那個符號 跟Paper不一樣 只是他那個operator 在Paper的時候 跟在書上其實有點差距 那Paper討厭不是書討厭嗎 是這樣嗎 而且 我覺得 像剛才講到那個UserActionStream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 我不看書 只看Paper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的 然後他那個參數的位置也不一樣 這樣子 大概就這樣 對 至少書的符號 他 就算他是80奇怪的符號 你看一次可以用整本 對 這樣就很帥